由于时尚机能性服饰的当道 上游色沙、复合沙、布料 以及家公司的供应链 在今年营运都被市场高度的期待 包括了利利、吉胜还有得利等 高毛利率的色沙、复合沙 或者布沙的出货都增加了 第二届的营运也渴望淡季不淡 预期计增率有百分之以上的表现 那么因应市场的需求 利利预期上半年纺织股的色沙 复合沙的出货比例会比去年同期 增加一成五以上 不过也因为受到了淡季的影响 1444的利利 5月份的出货量比上个月减少 5月的合并营收9.2亿元 月增2.08% 而其中家公司的出货量1.07万顿 月增1.74% 不过也因为平用只利的提货量 只有3000多顿 使得月衰退达到了58.09% 让整体营收的规模也因此下降了 前5月合并营收46.19亿元 年减了3.48% 我们可以从这前五月当中 后面的三个月 都是比右边的黄色的柱状体 出现了往下的缩减 也可以看得出来的 那么至于之前媒体报道 利利家公司 已经接单到了六月底了 利利则是表示 需要示客户拉货进度而定 而观察利利股价 在外资快速的加持股份之下 我们看到股价上涨了两成一 而五月六月则是因为外资明显缩小了买超的力道 使得股价进行了回档的整理走势 而在六月九号回测到半年线的整理之后 在六月九号回测到半年线出现了收脚 已经出现了日K的连三红了 我们看到上朝五是以小涨了0.98%作收 盘中突破的 画面当中您看到了绿色的这条月线 最后在收盘却是得复失 不过五日均线跟黄色的这条季线 也形成了往上的黄金交叉 这整理到底是不是已经宣告结束 就要看外资后续操作的方向性 是不是会更加的明显了